马太的见证 读经《勞加福音》五章二十七次到三十一节 这事以后耶稣出去 看见一个碎尼名叫利弥 坐在碎关上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来 他就别下所有的 起来跟从了耶稣 利弥在自己家里为耶稣大摆言直 有许多碎尼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直 法利赛人和民事 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 你们为什么和碎尼 并聚人一同吃喝呢 耶稣对他们说 没有病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经文好告诉我们 究竟是基督主动提出到 马太家里面吃饭 还是马太发出邀请 但是毫无疑问 马太有一个愿意为主开放自己家里的好榜样 他可以介绍谁认识这位他刚刚结交的朋友呢 平时跟他交往的朋友 都是好像他一样 比平民百姓所鄙视的瑞利 跟他们一同坐直的罪人 究竟是哪些人呢 我们就不知道了 我们不知道任何一位奔客的名字 但是他们在马太家里面做客人 都感到奔自如归 也都会因为基督在在而觉得不自在 或者将来我们在天上面会认识他们当作为一些人 马太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好好的榜样 他用他的家里作为基督作见证的地方 后来他更加运用他的笔来见证基督 他用来书写福音书的那支笔 是不是就是昔日在岁关所用的笔呢 第一卷福音书就是由这位离开岁关 跟从基督的马太所写 我们怎样使用我们的家呢 有些人或者会说 我经常在家里面款待客人的 那哪些人是你的客人呢 他们是不是都是基督徒呢 好不好用你的家来为主作见证 邀请信徒和未信主的人一起来 马太就是这样做 他不单是邀请门徒 也都邀请罪人 还有你的笔或者电话呢 你有没有时时用他们来为主作见证 去劝勉和鼓励其他人呢 马太就是这样做 他用他的笔 那支在他放在一起跟从基督 紧紧留下来的几样东西当中的笔 为主作见证 我们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在今天 这个星期一直经常用来福祉基督的呢 中文字幕文字幕提供